其实每个弟子都很希望令上师欢喜 但是这个往往不是这样子 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在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跟一些师兄们聊天的时候 也有一个老师兄讲过他的一段经历 他呢当时是在他上师的这个寺庙里面做常住 然后刚去的一段时间 新鲜感过去之后呢 他对自己的上师产生了一些不解 然后呢又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非常的痛苦 很煎熬 他想怎么办呢 就给自己的上师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里面呢就发露忏悔了 他的一些对上师的一些不太好的想法 那他写这封信是当时希望他的上师 给予他一些指导 同时也能够原谅他 那时过境迁 现在这个师兄呢 已经修行的非常的稳定和踏实了 但是呢他还是很愿意借这个节目的机会 能够给大家分享这个经历 刚好呢 看部也在现场 也想通过看部给大家的这个 介绍和解释 能够对大家以后 医师修行这条路 有更多的帮助 所以呢我们就先来一起 看看大屏幕 来看看这位弟子 当时给他的这个上师 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 我们一起来看 Lama Chin 上师 我是怀着极极复杂的心情 给您写这封信的 来到您身边修行 已经有一年半了 现在的我不知为何 内心总是充满了邪见 非常痛苦 实在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我想我只能把自己 毫无保留的剖析给您 请您引导我重返正途 还记得初次在网络上 看到您传法的身影 震撼与喜悦交织 仿佛酒汉的麦苗 缝建了甘霖 我的眼眶中 沁满了泪水 我当时想 我一定是找到了 生命中的灯塔 那个我一直在盼望着的 带我走向解脱的人 当我带着全身疲惫 来到您的面前 您在高高的法座之上 而我在滴滴的人群之中 只能远远地遥望您一眼 虽然内心 默默呼唤您一万遍 但总有一个 压倒性的声音告诉我 上师根本不认识我 我的烦恼 不知如何安放 修行时的困惑 不知如何得到答案 上师离我太远 就像老话里说的那样 真的感受不到温度 我告诉自己 必须要想办法在您身边 跟随您修行 当我付出一切努力 放下世间生活 成为了您寺庙上的一名常住 当您真真切切地 存在于我日常的修行环境中 我当时无比喜悦 终于可以跟随您 学习放下烦恼的方法了 然而 我发现梦想并未成真 短暂的快乐时光过后 顽劣不堪的我 虽然在您身边 却并没有长阳于幸福的修行海洋 反倒是看到了您很多问题 之前 在心中如佛陀一般的上师 为何近距离接触时 却与常人无异 没有神通 不能满足人们 离病离苦的愿望 甚至无法看透一些 弟子内心的小伎俩 不能平等 无法一碗水端平 对于付出很多的弟子 非常苛刻 对于新来的拜访者 却总是和颜悦色 我甚至感受不到您的慈悲 为何即使做得再多 希望博您欢喜 最终得到的却总是责备 曾经希望在您的身边 可以感受到温暖 弥补被这个悲惨世界 重创的内心 然而现实 却是永远被忽略 甚至在我有困难时 那样猛烈地祈祷于您 困境却并没有改善 为何您不管我 不加持我 在这段纠结的日子里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 那句老话 上师如火 太近会被灼伤 很多次 我都想离开这个曾经 梦寐以求的修行之地 但我又一次次 说服自己留了下来 我想 一定是我错了 因为您的做法 不符合我的期待 所以我的内心 渐渐生起了抱怨 这一定都是 我的自身业力所致 让我无法真正地理解您 我很纠结 更多的 则是无尽地懊悔 和不知所措 如今的我 依然想要跟随您修行 依然想要通过 医治您 而获得真正的解脱 然而内心 却极其疲惫 上师与弟子 这段修行路上 必然要经历的 奇妙关系 愚痴如我的凡夫 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再次祈祷于您 请您接受我的 发路忏悔 并引导我 理解和正确地行驶 在医师这条高速公路上 不违章 不翻车 正确抵达 那个向往的目的地 Lama Chim Lama Chim Lama Chim 顽劣 但非常需要您的弟子 顽劣但非常需要您的弟子 相信这个弟子 他心里面一定很清楚 像是对他的意义所在 对 但是他忍不住 还是会有这样 那样的一些烦恼 其实这封信 我觉得不仅仅是 这位老师兄 对他上师的一封信 可能代表了很多弟子 在医治上师的 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在不同的阶段 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还有与上师相处 过程当中的一些烦恼 其实全心全意的医治上师 肯定能获得 这个加持和成就 但是距离上师 远近不同的 这样一些关系的弟子 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全心全意 那么身为凡夫的弟子 到底应该怎么样 处理与上师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是 他这个心里面看 他有一个优点 首先第一个 他的发心 没有任何的 世俗的想法 他就是想学习 他就像真误 走上解脱的路 只不过就是 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他理得太近了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也许这些问题 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是他自己的想法 这个说不清楚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他最好的时候呢 还是要下决心 要继续走这条路 那这一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面 所以呢 这个心里面呢 有几个方面 是他的 他的有点 那有一个方面呢 他稍微有点不足的地方 那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可能是没有观察 赏识 可能是一个冲动 或者这样 他刚才也说了 网络上传法 然后呢 就是一时冲动 然后就像移植 可能是没有看到 这个人 他本身是什么样子 这个在网络上 就谁都上去可以说 五分钟 十分钟 谁都说得很好 这个谁都能做得到 但是呢 真正的这个生活当中 这人是什么样子 这个他可能没有去了解 这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密法里面呢 反复的强调 观察上师 就这个意思了 那这一个环节 他没有做好 如果他这个之前呢 就像短期的接触一下 了解一下的话 他有可能会发现这些问题 那么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那他也可以推出 都来得及 但可能是 他没有想到这些 这是一个 他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错误 可能是后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只有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呢 那这个却是一个大错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的方法上面呢 有一点点问题 我想这个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 也应该知道的 那 比如说他想靠近这个上师 然后就是就一定要活在 这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圈子里面 身边 实际上一直上师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也以后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师兄们呢 也不要像这样子的方式 去一致上师 第一个 不观察 然后就是网络上看到啊 什么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方式 去一致盲目的去崇拜 实际上也是冲动 第一个 这个大家以后就 不要去这样子 一致上师 第二呢 一致可以 但是呢 一致上师的意思呢 不管在远处 在近处啊 就是要听上师的法 如果你认为这个上师这样的法 对你有帮助 对你的内心有帮助的话呢 那就是学习 然后修行 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这样子才叫做 这个上 一致上师 那么 他这些都没有做 然后呢 就是要靠近上师 一定要在上师的身边 那上师的身边 好像这个上师 可能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弟子 那么这个当中呢 可能也就 上师也不一定 对每一个人都是 完全是一样的态度去对待 这个可能也不一定 可能也做不到 那他也提到了 有些时候可能有些 就新来的师兄啊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 新的这个态度 久的这个师兄 像他这样一年半 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呢 他可能也有另外的一个态度 那他觉得不公平 不能接受 就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这是很正常的 所有的反腐 都是这样子 正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好好观察 第二个呢 就是要修上师的法 不一定要跟着上师的身边 这两个是他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那么这个心写得非常的好 就是他就代表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上师 也代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师兄们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这个正面和负面的一些事情 写得非常好 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我想我们可以终结 第一个他部队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观察 第二个他部队的地方呢 就是要到身边去 这两个是他的部队的地方 然后他一直的坚持 跟着上师学习 最后的时候 他虽然发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学习 那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是一个很真面的 那这些方面呢 我们大家要学习 那上师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也有了 这个里面 就是比如说 在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身边就不要有太多 这个这样子的弟子 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 最好也就没有太多这样子的弟子 因为帮助人 或者是利益终生的话 那不需要就叫到身边 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些方法 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上师 他可能也许就不太了解 这些人的相反 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的 这个环境不一样 然后呢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呢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这个上师们的 他们的想法 有些上师啊 真正的善知识的想法 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呢 因为他的这些想法是过于简单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就认为上师偏心了 等等他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有些上师呢 可能也许也许不一定 所谓的上师 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上师 也许他看到的这些是真实的情况 那如果是真实的情况 那就是他没有去观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导致了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信写得非常好 我们大家要在这个信里面 要好好地学习 我觉得有意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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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